好 当然人生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事了 我们来看这个 在桃园呢 这个高铁局呢 在申请这个工程 像这个自来水公司呢 也申请用水 结果呢 开挖竟然是在私人的土地上 还把水管埋了进去 地主知道之后呢 感到现场觉得非常的离谱 这是我的地竟然没有告诉我 不过夸张的是 水管已经埋了 接下来要拆 要付费 自来水公司跟高铁 两个单位都不愿意付钱买单 瞧不拢 让地主非常生气 今天的你投诉 我处理 我这边是想跟地主说明一下 我们在试作之初是 不知道这个私有地 高铁局在协调的时候 他都否定这些事 已经都挖好 买好了 水公司才说 这一切都是不小心 埋到私人土地上 他说当初高铁申请 桃园机场捷运变电站用水 但两方都没有告知地主要买管线 他挖的时候 没有经过地主的同意 然后 就擅自挖 然后那时候地主来自治的时候 然后他继续把它完成 仔细看看地上新扑的柏油痕迹 一直延伸到机场捷运机电站 地主控诉 10月底接到邻居通知 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挖东西 竟然是自来水公司私自埋设管线 上前告知这是私人土地要停止动工 结果又发生更扯的事 然后他们有承诺说要把它拆除 可是现在费用又自来水公司推高铁 然后高铁又推给自来水公司 高铁局跟自来水公司都答应要拆除 但是两个月来不但没拆 连拆除费谁要出都瞧不定 两方面就是不踢皮球 一定要等到有谁要出拳他们才要动 如果说他真的坚持要废掉这个管线的话 后续产出的费用的经费的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依照我们公司营业章程计时条来办理 就是跟高铁要钱 应该是这个章程里面的是说 要有申请人要付责这个费用 所谓申请人指的就是高铁局捷运工程处 对此高铁局回应 当初只是提出用水申请 其他问题都应该是自来水公司要负责 只是买管现在私人土地上是事实 并不是两个单位互推就能解决 地主决心提告 请法官来定夺